阿凤听完这句话也是彻底死心了 他和伟忠已经结婚九年了 有一个儿子 但是儿子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在这几年阿凤明显地感觉到 伟忠和之前不一样 每次当他想要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 不管他是怎么民事或者暗事 伟忠都想方设法地逃避 本来以为只是两个人到了平淡期 可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 伟忠是一个眼镜店的员工 最近因为老店长的退休 使伟忠升职成了店长 这天两人来参加伟忠妹妹曼迪的婚礼 曼迪与未婚夫三三是在旅行社认识的 难得曼迪想要步入婚姻了 伟忠非常为他开心 与伟忠不同的儿是阿凤 目前与丈夫的关系让阿凤很迷茫 他不知道是不是中年夫妻都是这么冷淡 阿凤的父母也为他担心 提醒阿凤他们的儿子阿丸就是因为没有手 才会和别的孩子格格不入 让阿凤趁着还能生孩子 赶紧再要一个 阿凤心里也有想法 但是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 伟忠一直不太配合 虽然阿凤每天心神不宁的 但伟忠丝毫没有察觉 他趁着空隙上厕所的时候 竟然意外遇到了香艳的事情 来不及躲避的伟忠竟然与当事人碰上面了 可没想到竟然还是自己的老熟人斯蒂芬 那是一个同性恋 他告诉伟忠自己结婚了 自己的妻子是一个累死边 斯蒂芬想要约伟忠一起去玩 但是伟忠不想让妻子察觉自己的秘密 你放心啦 我不会让你传帮的 我不会传帮的 我已经结婚了 伟忠也是陶一样的离开了 听了父母的话 阿凤回家想和伟忠亲密一下 伟忠却借口很累躲了过去 自从见到斯蒂芬之后 伟忠就变得有些心不在焉 这天上班的时候 店里突然来了一位帅气的空少 伟忠看着对方的脸有点愣整 那刚好是他喜欢的类型 反应过来的伟忠赶紧上前接待空少 很显然空少对伟忠也有些心动 当伟忠为空少选择了合适的眼镜的时候 空少如辽伯般询问伟忠 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 两个人一起来到密室厕渡数 就在这深情的对望中 让两人的心都起了波澜 空少离开的时候告诉了伟忠自己的名字 他叫托马斯 过几天会再来取眼镜 另一边的阿凤有了另一个烦恼 他们公司打算合并了 合并之后很快就要裁员了 因为阿凤经常的迟到请假 他很担心 伟忠晚上回家比较早 正在给阿丸做饭的时候 曼迪敲响了门 他慌张地告诉伟忠 自己把三三丢在了加勒福 因为当他站在一排纸巾前面的时候 想到了以后日复一日的生活 不由地觉得恐慌 于是落荒而逃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想要伟忠支持他 伟忠虽然不明白曼迪为什么这样 但还是选择支持自己的妹妹 就这样三三和曼迪分手了 因为莫名其妙被甩 三三来到了托马斯的婚纱店 想要把他们之前拍摄的婚纱照毁掉 很快他们就成了朋友 托马斯答应三三可以帮助他挽回曼迪的心 这天妈妈带阿凤找到神婆 想要看看阿凤是不是还能再生个孩子 神婆看完阿凤的人格信息之后 直接说出了阿凤最近的烦恼 你想知道该不该生第二个 对 并且告诉阿凤 所有的最好都是从最坏开始 你们家会多一个小孩 这个孩子出生以后 你的生活又会充满爱 阿凤也是收到了鼓舞 晚上的时候也是主动的想要亲近伟忠 他都这么主动了 伟忠看躲不过了 只好拿出要安慰曼迪的借口落荒而逃了 他并不是不爱阿凤了 而是他今天晚上下班的时候 又一次见到了托马斯 他为托马斯选择好了适合他的眼睛 两个人也聊起了彼此的工作和感情 当他为托马斯戴上眼镜的时候 眼前竟然不由自主地幻想自己亲上了托马斯 如此直白的感情 让伟忠很是慌乱 他怕自己越解 借口去找曼迪的伟忠 到了曼迪家的时候 曼迪正在看韩剧 他不想和哥哥聊天 于是就让伟忠回家 这时候的伟忠哪敢回家呀 他在街上徘徊的时候 看到了一群男人 于是他尾随着男人走进去同性恋酒吧 本来还有些局促 身边的两个小男孩也是主动邀请他去跳舞 很快伟忠像是找到了快乐一样 忘情地舞蹈着 这一幕恰巧被斯蒂芬看到 于是就跟他打了招呼 斯蒂芬对伟忠的出现并不意外 毕竟每个人的取向不是轻易能改变的 伟忠也是向斯蒂芬倾诉了自己烦恼 当年因为父亲生病了 再加上自己年纪大了 为了让父亲放心离开 他只好选择结婚生子 斯蒂芬劝告他 其实你可以保持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同时享受健康快乐的统治生活啊 只要伟忠向老婆坦白就可以了 但是伟忠却不敢告诉老婆 看着伟忠的纠结 斯蒂芬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把自己的电话号写在了伟忠手上 让伟忠想要聊天的时候可以打给他 回到家的伟忠也是睡到了中午 阿凤喊他起床都没反应 却意外看到了伟忠手心的手机号 想到伟忠最近的奇怪行为 阿凤还是把手机号寄了下来 这天上班的时候 阿凤怀着忐忑的心情打了过去 没想到恰巧斯蒂芬不在 是他老婆接的电话 这下子阿凤肯定了伟忠心里有鬼了 于是慌忙挂断了电话 另一边的伟忠并没有把电话号码放在心上 而是满脑子还是托马斯的影子 他未再也见不到托马斯而伤心 可意外的时候托马斯竟然突然出现了 托马斯主动上前搭话 并且约伟忠一起去剪头发 没办法拒绝的伟忠只好告诉阿凤自己要往回家 两个人剪完头发 在等计程车的时候托马斯问伟忠 我三天就回来 到时可以剪你吗 可以啊 得到肯定回答的托马斯 在上车前亲吻了一下伟忠 而这个吻让伟忠彻底沦陷了 与此同时斯蒂芬为了帮助三三挽回曼迪 软硬接试用了各种方法 甚至还用了大招 把曼迪约到楼下 三三给他制造了一个惊喜 可曼迪还是对婚姻有些惧怕 他还是拒绝了三三 并且告诉三三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来找他 事情总会有结束的一天 三三也彻底死心了 很快三天就过去了 这天阿凤的爸妈出去烧巷 没办法接阿丸放学 没办法的阿凤只好翘班去接阿丸 再把阿丸放在伟忠那里 对此丝毫不知情的伟忠 还在店里期待着托马斯的到来 即使下雨了 托马斯还是如约到来了 两个人约好一起出去玩 托马斯在外面等着伟忠出来 伟忠出来之后 托马斯也是直接吻向了他 这一幕刚好落在了阿凤的眼里 他终于明白丈夫近期异常的原因了 儿子也看到了这一幕 为了不让儿子担心 只好带着儿子离开了 伟忠和托马斯来到了酒店 但伟忠有些犹豫了 我当gag很久了 但是你看起来还没gag的 伟忠告诉了托马斯自己已经结婚的事实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对托马斯心动 其实老天我不需要看 托马斯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喜欢 因为你看起来很可爱吧 伟忠虽然还是心动 但是还是拒绝了托马斯的亲近 两个人从酒店离开之后 约定了下次的见面时间 阿凤回到家之后 让父母把阿丸带回家 他想跟伟忠聊聊 看着伟忠像没事人一样的态度 阿凤也是忍不住了 他疯狂地对伟忠发泄着 告诉他自己看到了他和那个男人 发泄过后的阿凤 还是想让伟忠坦白 阿凤不知道为什么伟忠还要跟他结婚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我本来以为 我可以跟你我有一个家 伟忠在阿凤的质问也坦白了 他以为自己可以改变 可事实上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这一次的越界行为是他的错 他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两个人晚上躺在床上 也是同床一梦 第二天阿凤失婚落魄地来到公司 却意外地收到了自己胜任主管的消息 原来之前的主管喜欢阿凤 为了让阿凤能留下来工作 他保举了阿凤顶替自己的位置 晚上部门聚会的时候 阿凤接着酒精放肆地发泄自己的难过 一旁的主管也发觉了阿凤的情绪 聚会结束他送阿凤回家 到了目的地之后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 他向阿凤坦白了对他的感情 阿凤也是说出了自己的烦恼 我老公爱这么 但是他还是拒绝了主管的好意 晚上托马斯和伟忠来到了酒吧蹦迪 伟忠却有点心不在焉 伟忠下定了决定要回归家庭了 他明白自己的责任 并不想让妻子受伤 于是这段荒唐的感情就到此为止了 曼迪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和三三彻底结束了 可他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这个时候 他才意识到原来他也是爱三三的 事前的行为也都是因为恐婚 于是他找到了三三 告诉了三三的心意 并且告诉了三三自己怀孕的事情 两个人就这样和好了 婚礼也如期进行了 在他们结婚的这天 伟忠上台讲话的时候 也是趁机向妻子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不知他下定了决心 阿凤也下定了决定 他找到了伟忠 伟忠不知道为什么阿凤要这样做 他已经想要回归家庭了 现在分开对他们来说还不算太晚 他们都可以重新开始 相爱九年的人 在这一刻终于选择了和平分手 去追逐更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全片完 这部影片是上映于2013年的 明天记得爱上我 讲述的关于同妻的事情 其实对于身为同性恋的伟忠 和他的朋友斯蒂芬 两个人都走进了婚姻 但是与伟忠不同的是 斯蒂芬选择找了一个同为同性恋的妻子 而不是选择一个异性恋的妻子 两个人不同的选择 也注定了他们不同的结果 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 真爱无罪 但是前提是不要去伤害别人 没有人理所当然做你的挡箭牌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电影 记得点赞订阅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